中文字幕——YK 他也沒有那麼多的牽掛 他只有沒有自己的利益 所以整個世代的一個進步 整個人內文明的進步 在20世紀以前後 幾乎都是靠這種新興的力量 我們才能往前推動 可以從太陽花過來這一段之間 大家以為用了689票 給了民進黨 689萬票 2016總統大選 可以對民主自由 有更大的一個進展 沒有想到是到今天 這樣的一個結果 你看這次的選舉 全世界都變成我們是 自愚的國家 一個置若的國家 是我們非常不理性的選舉 然後都被人權組織在笑話 對不對 這種人權也拿來公投 然後完全沒有人權的概念 然後這種粉絲 這種非理性的 所以讓人非常的難過 那昨天覺得突然怎麼 我一開那個手機 就看到直播 就看到直播 就看到這個直播 我們特別用了有 周安旅 還有尤騰傑 他們的臉書直播的畫面 我直接就看到周安旅的那個 原來是搞清楚了 先不知道怎麼回事 原來是這件事 我就覺得這個台大學生 還是有氣在的 還是有精神在的 那台大還是有希望的 那剛剛賴教授講說 這些人為什麼 換了腦袋換了位置 我自己一輩子在台大教授 但是我想先聽你 你怎麼樣看這些學生呢 我想這些學生 真的給我們充滿了希望 為什麼 看孩子看充滿了什麼意思 是不是幾十個 還幾百個 上百個 上百個 我覺得學生運動 它一定要累積 一段時間的一個能量 它的那個目標 一定要是公共有利益的 絕對不能可能 為了自己的利益 沒有人去負荷 而且這個議題 一定是大家都關注的 所以它才可能造成一種風浪 那昨天顯然是非常的成熟 它有它的背景 對不對 比如說 剛剛賴教授 我要講的就是說 一直說他們換腦袋 我根本都不認為他們是學者 他根本就是政客 包括 你在講誰 嘉義化 葉俊榮 管忠明 還有那些 那些自主聯盟的 自主聯盟裡面那些 比如說李鴻元 關俊榮 曾志 關俊榮他還是打著學好的名字 他至少沒有在外面去做官 那我自己是一輩子沒有做官 我也不兼差 也不兼職 那這個我從來都不認為 去做了官的人 還能夠回到學界 那江義化 他根本就是一個政客 那他昨天呢 他不是來做學術演講 他是在推展他的政治活動 他根本就是替這個馬英九 這些繼續的鋪展他的 一個選舉的這個東西 所以他一定要彈太陽花 是誰邀請他的 到底是政治系主任 還是政治系學會 怎麼後來政治系學會 就發表了三點聲明 他們是有點被 他們都是有 不敢去可能當這個得任 就推給政治系學會 他都是用學校的資源 可是就用一個很空虛 就像自主聯盟 到底是誰 我們從來不知道 自主聯盟的主持人是誰 是誰 這要挺管忠明的 挺管忠明的 可是他是誰 他的資源哪裡來的 可是學校就大力的挺 甚至這個校長 主任秘書都在裡面活動 然後他們做了很多 離譜違背 學術倫理的事 台大都完全不予處置 比如發假新聞 寫假文章 或者是給學生洗腦 發政治小撤子 或者像關俊榮 整個從二十幾年來 就操控校務會議了 所以三月的校務會議 已經準備好說 管中敏去兼中國兼課的資料 他也給他掩蓋了 不讓大家才討論 五月的校務會議 本來就是要把這個 準備好的教育部的一個 跨部會的研系意見 要給校務代表來參考的 他也給他掩蓋掉 所以從開始就是違法的 種種的一個很細的細節 昨天這些孩子 跟這個管中敏案件 停管反管的有關聯嗎 他們就說周安呂是停管 是反管的 其實周安呂他只是因為 他做過議長 然後我覺得這次的表現 學生的表現 比我們老師好很多 周安呂是台大社會系的嗎 台大哲學系跟政治系 哲學系跟政治系 你就是周安呂 OK 周安呂 OK 我都不知道 我只是在這個面子 剛剛在我們播放 就在昨天 事實上拿著麥克風在下面 因為我看到 他是這樣說 許哲榮對不對 是 許哲榮現在是台大 城鄉所 城鄉所 那2014他那時候是什麼 他那時候應該是 我們人類學系的學系 OK 2014太陽花學運的時候 許哲榮是人類學系 所以他現在城鄉所 是讀研究所 碩士班 OK 碩士班 他說他當時被打到掛擊審 現在被判這個五個月 五個月判刑 對 他不但那個時候受傷害 用國家的公權力 用警察 這麼殘暴 來對付手無寸點的學生 是 然後還要被司法官司 被司法官司還被判刑 有錢科 他要出國家的馬 這來整個人生的 都蒙上了一個紀錄 那這個時候我們最希望 在一個親民的 一個公正的司法程序上面 我們可以互相的來辯駁 結果他都不請假 就跟管周銘一樣 管你誰傳我 我都稱病 然後我去做政治活動 對不對 你說誰請假不願意 這樣一話 他出庭他都不出庭 他們昨天一直喊 院長出庭 對 院長出庭負責 學生沒有辦法跟他對話 殺人院長出庭負責 學生完全沒有辦法跟他對話 學生要蒙這麼大的冤屈 就是他 這個城鄉所的許哲榮 是 真的很冤屈 很冤屈 所以他這樣子有勇氣 敢來對抗這個權威 我覺得整個讓我們 就是人心稍微振奮一下 好像台大真的還有股氣在 還有點正義在 那這些都是學生的表現 我們老師是很慚愧 從廣案以來 學生的論述 學生的表現 比所有的老師都好 非常的多 所以我們才寄希望於年輕的學生 因為他們的老金清楚 不像這些做官的 這個是 那你怎麼看昨天 江院長的表現 他哪有表現 他哪有表現 他丟臉了 照他今天FB所講的 他有意要針對 太陽花學院來做說你 他昨天是一個字都沒有說 一個字都沒有說 就離開了 他在法庭上也不去 然後這個也不說 或是有一個教授說 這些人不要臉 我說到底誰不要臉了 你面臨人家 給人家這麼大的傷害 你今天還是用特權的關係 才回台大去做你的政治活動 哪裡是學術演講 台什麼言論自由 他的傷口 他是關鍵性人士的話 利用可以好不容易回去的演說 好難得的機會可以 對 在台大政治系學會的學術部 他們曾經去公告 這個名字叫做 政治可以改變世界嗎 就是由邀請 現在是中正大學前行政院長 江營華來進行演說 他事實上可以利用這個機會 好好去面對 但是沒有看到道歉 似乎也反而讓學生看到 是高傲的一面 是這樣子嗎 來 韋山 身為台大政治系的校友 你怎麼看 其實不只是高傲 真的是讓人非常失望 如果說他真的可以 藉由這個平台 好好的講清楚 他當初為什麼要發生這件事情 那我覺得這會是一個 非常具有象徵性的平台 畢竟他也是政治系的校友 也曾經擔任過政治系 這個碩士班的老師 他如果回到這邊 重新講清楚 我認為也許他這個 重新的這個歷史定位 會被改變 可惜他沒有把握這次的機會 他還是用一個 這麼冷漠的方式 形作好像學生 非常的不理性的狀態 然後來打擊 就是這些學生 二次的打擊 其實就我想要講 我那天也在行政院裡面 其實學生還是非常 每一次 三二三那天晚上 沒錯 因為我那時候大概是 八點左右的時間 我到那個現場 那其實學生已經 大概都在這個裡面 跑來跑去 但你都知道說 其實像立法院的議場 他其實是相對好固守的 因為你只要守住八個門 原則上大家就進不來 可是行政院 所以你去顧立法院 八個門你也有顧著 對啊 有 你覺得立法院比較好顧 比較好顧 那些人不要這樣 守住八個門 行政院像明牌一樣 很大 所以那時候學生其實不知道 怎麼一剛闖進去 你後來還是攻進去行政院 對 所以在行政院裡面其實很多 但是這個非法的行為說真的 非法就是非法 還是得面對司法 要出來到外面的這樣的一個空地 所以大家是理性 而且和平 而且安靜的 那大家只是期待說 這個行政院可以出來講清楚 到底符貌協定要怎麼樣 那可是我們可以看到 就是最後還是沒有 還是用一個很暴力的手段 來驅離這些理性的學生 只是想要一個答案的學生 那我想要說一下 剛剛逸川大哥說 他說 他說姜姨的話是矫情 那我認為他是後臉皮 他要講兩個字 矫情跟白目 矫情跟白目 那我覺得他是後臉皮 其實就我們在當年 就已經希望這樣的話 就是不要再來台大政治系教書 教課 那其實這邊其實很清楚 我們那時候也是發起了一個連署 那這個是一個校友 他是余國棟 他也是很清楚的表明說 希望這樣子的一個 他說台大大學不應該像垃圾場 成為專搜示意政客的場所 其實講得真的很犀利 講到好惡毒 對 因為我們真的不希望一個 已經背棄自己理想 背棄自己過去所學的人 再回到政治系來教書 那他想要教出什麼樣的學生 學生應該會被他帶壞吧 我們還是希望台大學人 保留一些風骨 就跟賀老師說的一樣 法律系也不要去金融回來 是啊 這次的 真的是在試水溫 所以葉金融以後 要回法律系演講 我是懷疑他會做副校長 因為他讓廣州民做了校長 葉金融以後 是可能出任台大的副校長 都是這樣 教掌都去做校長 不好意思答到你的話 不會不會 所以就可以看說 他真的是在試水溫 就是說其實很多學生 都已經畢業了 像這個許欣的學生 他已經從大學部 林謙 對…已經變成了研究所 你說許哲榮 對 許哲榮 你就知道其實學生很多都畢業 他也想知道說 過了四年 到底這些學生 還記不記得這個世界 那在學的這些人 還有沒有感受 因為很多是高中生 才剛進去 那我想他這次試水溫 真的是踢到鐵板 真的是很難看 踢到鐵板